1. 推动观光医疗从高雄出发 随着疫情的趋缓 看好台湾观光医疗产业 长照体系跟精神照护各方面的发展 2022年12月14号下午4点 高雄市立大统医院 特别跟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希望透过大同医院专业的医疗整合照护 结合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吸纳资源 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士 前来南台湾接受优质的医疗照护 带动台湾的医疗相关产业发展 所以我跟这个医疗观光医疗协会来做合作 那全MOU就是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专长 那由他们来发挥他们的带办功能 及他们的整个营运的方向 让我们能够能够顺利 并能够顺利来到医院做治疗 那也能健健康康的回家 出席这场签约仪式的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理事长徐景奇其实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 据有国际专业医疗声望的徐景奇说 虽然他目前在北中部开业担任维新医疗集团董事长 这一次他很高兴能够回到高雄跟大同医院合作 共创大健康产业无限的未来 主要就是说现在用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的名义 我们在参加所有重要的医疗展览 包括在明年一月底会在杜拜有阿拉伯医疗展 这个部分我们当然特别率先 我们把我们大同医院的这些影片资料 能够透过这个展览 能够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或者是全世界 大同医院院长也是著名的骨科教授傅颖志 就任院长一年多来 扩建医疗服务空间 提升全方位医疗照护 已经让大同医院成为高雄市最有智慧 也最健康快乐的病友天堂 台湾观光医疗发展协会 也将结合大同医院 让更多人来到台湾 感受福尔摩杀丰富多元 贴心温暖 又有高端科技专业医疗资源的照顾 记者陈文旭 萧耀金高雄报道 准备